今天要翻新的是一辆二战美军吉普车 这款车是美军第一款全地形的军用车辆 在很多战争电影中出现过 皮实耐造甚至可以直接空投 这辆车是老布花8000英镑买来的 他打算彻底翻新一下 然后翻一倍的价格再卖出去 首先要测试一下这款车的好坏 发动机没问题可以正常启动 但上路却发现了很多问题 变速箱不太好 发动机还有些漏油 工程师还发现 装在车上的这台引擎并不是原装的 而是战后的复制品 就连轮胎也不是原装的 要想把这辆车卖上价格 必须得把它翻新的和原厂一模一样 而且这辆车还缺少一个重要的东西 机关枪 这辆车不配挺机枪没有灵魂 幸运的是在国外买枪非常方便 在一家专卖旧武器的商店里 有一挺M1919机关枪 这挺机枪可以被步兵使用 也可以装在吉普车上 但在这之前需要测试一下 枪能否正常使用 调没任何问题能正常开火 武器的问题解决后 就要解决引擎的问题 老布再来到军品展销会 希望在这逃到一台原装的吉普车发动机 需要注意的是 吉普其实有两个版本 一种是福特原装的 一种是福特和威利斯公司合作生产的 二战时期 美国共生产了65万辆吉普车 当时为了能满足需求 很多都是福特和威利斯共同生产的 而老布这台是福特原版 所以必须要找到福特生产的引擎 在车身上有F标识的 就是福特生产的 如果没有 就是合资版本 非常幸运的是 他们真的在军品展销会上 找到了一台福特原装的吉普车引擎 这台引擎的成色还非常好 拿回去就能用 而且老板还答应送四个轮子 这些东西 老布总共花了4000英镑 一切准备就绪后 翻新工作正式开始 引擎的安装非常简单 因为在战争时期 为了保证车辆维修简单高效 所以这台引擎的替换非常方便 先这样再那样 就能把引擎装上去 前后也就用了几分钟时间 轮子就更简单了 把轮毂先重新喷漆 装上轮胎就能上路 二战时期美军使用的是 需要更换内台的轮胎 虽然这种轮胎已经被淘汰 但在战场中 它是非常适合快速更换的 更觉得是 如果轮胎无法更换 还可以拆掉轮胎 直接把轮毂放在铁轨上 沿着铁路也可以快速行驶 配备了新引擎和新轮胎的吉普车 看样子像那么回事了 但在这之前需要做一个鉴定 找来一个二手车贩子 对车辆从头到尾做个检查 然后上路行驶 在工程师的精心调教下 这辆车的车况近乎完美 但老布还是高估了车辆的价值 经过车贩子评估 这辆车只值一万两千英镑左右 听到这个数字后 老布听呆了 车花了八千 引擎轮子花了四千 就这都已经一万二了 还不算武器和人工工资 看来这辆车老布是赔定了 只能看以后谁拍电影 需要租赁服务了 但问题是 吉普车在军品市场上的保有量 真的非常大